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向有效沟通建立关系 那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就是专注于在有效沟通 我们过去已经学完前面的四个礼拜 让我们看到这个长头诗 listeners就是我们做领导最重要的去聆听 神给我们两个耳朵有目的的 我们有听的要比我们讲的要最起码多两倍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结束了这个长头诗 listeners积极聆听也是今天早上的主题 然后呢今天是讲到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有效的沟通 那这个比较详细的课程的outline 让我们知道在有效沟通当中 我们会怎么样去很多实际的例子 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这个领导八相呢 是就像日链刚的分享一样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临相 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品格 谦卑 HQ不是headquarter 所以humility portion 认识自己 好好建造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品格 然后与人的关系 就是情相跟领袖的相似 怎么去影响别人 那今天也会谈到一些情相 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跟我们的情相是完全息息相关的 然后呢就是与事情的关系 怎么在工作上 家庭服事上都能够做的事情 能够容神一人 要需要逆向 面对困难失败 不会觉得放弃的 我们要愿意从失败当中学习了 有跌倒了就起来 然后更加加强我们的坚韧力 还有智商我们都很熟悉的 在华人当中我们这个IQ 也是应该蛮高的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变伤 让我们在位置数 在这个人生里面 最肯定有的就是变动 特别在高科技 现在变的速度更是十倍速度的一个改变 我们怎么在位置数在变动当中 有一个在主里面有确据 所以在整个八乡当中呢 我们基督徒在工作的环境当中 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神借着祂的话语 借着祂的灵 祂的子民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来操练我们这个八乡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结束这样一个课程 同学们的学习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他们的功课工具的分享 所以这八乡呢都是跟我们的领导力有关系的 那我的领导力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过去几十年职场服侍的经验 还有在圣经里面的学习 也被很多的高管培训 很多不同的学校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也有 我就总结了这17个英文字 中文呢就是28个字 怎么去影响他人 使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为了共同的福祉 实现共同的愿景 ability to influence others to be their best for the greater good aligned 好 可以了 所以我们做领导的 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领导 因为用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小孩子都可以影响父母亲 帮我们父母亲成为最好的 然后让为的是家庭整个的好处 我们在工作里面 你是一个下属 你可以影响你的老板 帮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老板 让为了好处呢 不只是为老板 也不只是为我们 也是为整个大体团队的好处 来实现共同的愿景 所以我们可以影响上面 影响左右 也影响我们的下属 所以这样的领导力的定义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领导者 那我们在工作里面 常常当然希望会有一个 和睦相处 协同合作 追求卓越 那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呢 是想到说 沟通跟协作冲突当中 怎么去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跟影响别人 那竞争跟能力上呢 就是包括到其他的一些 相述 比如智商啊 跟这个逆商 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到 比较是影响力 跟这个情商方面 那我们讲到有效沟通呢 就有这四个主题 很高兴有为大家做一些 新的长头诗 新的分享 第一个积极倾听 我们应该已经蛮熟悉的 我们在提醒我们 积极聆听是多重要 我的情商定律是什么 相远价值以前也提过 我们很快的就过去 跟这个ABCDE沟通的技能 那我们就每一个题目进去 那内容很多 会可能有些消化不良 如果需要去截图 回来再看的话 又有很多的例子 欢迎大家能够也看回放 好我们就进入EQ 那我过去总结到 情商很需要 这四个生活准则 第一呢 我们在圣经跟世界上 常都提到的 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 这个就是黄金定律 我觉得这个不够好 因为我喜欢别人 怎么对待我 不代表是他 喜欢别人 怎么对待他 所以呢 我觉得更要高一层的 白金定律 要对待他们 按照他们想要被 怎么对待 来去对待他们 我觉得还不够好 就像我们坐飞机 都是可以有 不同的等级 是吗 虽然我们现在 不太能够坐飞机 那超白金就更棒了 怎么呢 就是说我要对待他们 如同我们一起 想要怎么被对待 所以我们是We 不只是他 也不只是我 可是还不够好 最好是什么 就是钻石定律 我们要对待别人 像主耶稣 对待我们一样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然后我有一个学生 他很有恩赐 写很多的诗 他看了这个呢 就马上帮我写了 这样一个很棒的诗 我们就不会读 可是重点 让你看到 如果只是想到 我们的方式 去对待别人呢 就好像是爱人如己 已经很好 耶稣告诉我们的 可是我们更好的是 他人想要怎么对待他们 就是要舍己 为别人 要利他 才想到要利己 然后要彼此都有 想要的方式的话 就是双迎 互相的方式 就是无为双迎 互相帮助 最好的方式 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方式 叫做耶稣对我的方式 就是这样对其他人 这个十架上的牺牲 这种方式 那就是属于 给我们这样一个定论 只要我自己 在沟通的时候 用上这个四个定论 来处思考 互动 怎么跟他们沟通 那平常情商 是很重要一个 箱数帮助我们 怎么去沟通 当我们沟通的时候 情商低的话 沟通的技能 就非常差劲 我们能够情商高 就能够沟通的更有效 平常情商 大体上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 对我自己的情绪 有点的觉察 然后呢 也要给自己清楚知道说 我现在是这样的情绪 应该怎么去处理 有怎么样一个动力 也怎么跟别人沟通 明白别人的情绪是什么 希望能够有共情 同理心 然后有一个好的社交技能 去影响他人 这个是大体上一个定义 我呢 对情商的定义 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学生们也觉得 非常有帮助 就是这样的18个字 中文 英文呢 就12个字 不容人的言行 贬低你的价值 左右你的回应 Don't let others' words and actions degrade your value and control your response 哇 我们看了这个定义 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很多人就感觉到说 哇 我过去真的是太笨了 让别人很多的言行 不尊重我 误会我 不理解我 结果就把他的锅 甩到我自己的身上 他对我的态度不好 是谁负责任 应该是他负责任 所以不要把他的锅 甩到自己的身上 又背在自己的背上 说哎呀 都是我不好 就自卑自怜自责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 设立界限 别人所做的 所想的 所讲的 是他们负责任 当然如果当中 我们有学习 看到自己可以怎么去改进 成长到我们愿意 有千倍的心来学习 可是很多时候 如果是别人 或许不公平的 对待你的话 你就要有保护自己 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 明巧像蛇 寻良像鸽子 有界限 然后就不要把别人的锅 甩到自己的身上 有这样一个定义以后呢 我们就说 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 要建立一个真实 信任的关系 这个一个小的长头诗 就是要有trust 我们今天一直下去呢 就讲很多 沟通的时候 很重要的 要有一个建立 一个trust 信任的关系 有关系就没关系 我们都知道 而且要理解对方 换位思考 有一个共情的心态 那我们讲一下 什么是共情呢 共情不是同情 也不是无情 我们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 要有同理心 比如 腓立比书告诉我们 在基督里有什么的劝勉 爱心有什么的安慰 圣灵有什么的交通 心中有什么的慈悲 怜悯 我们都要 意恋相同 爱心相同 来帮助我们的朋友 同事 家人 怎么能够也领受到神的爱 罗马书讲得更清楚的话 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 与哀哭的人 同 哀哭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要有这样一个同理心 无论在家庭 工作 教会 社区 都是非常重要的 英文有三个字 很相似 apathy 无情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我不管你怎么感受 这个当然是不好的 我们绝对不要做 同情 sympathy I'm sorry for how you feel 这个也不够好 你好像同情别人 我们觉得 我不要你的同情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共情 I feel how you feel 这个是非常有能力的 求主帮助我们 有敏锐的灵 有爱心 足够的爱心 去理解对方的感受 把他的感受 讲出来 让对方知道说 你真的在理解 明白他 在圣经里面 刚刚所读的 罗马书十二章 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 有很多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的情乡 的经文 我三十几年的工作当中 多少时候 回到这一段经文当中 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词 每一段 都是我过去所经历到 也很需要的 特别当我们 好像被敌人 攻击 我有分享过 有一年 我不能够说 Thank God is Monday 因为我们那一年 每个礼拜天晚上 都要哭 因为我要礼拜一 面对一些 非常黑暗的环境 跟很 要整我的一些同事们 就像是一个敌人 可是就要回到 这个经文 跟我的家人 跟我的一起祷告 读神的话语 让我有勇气 就比如说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可是呢 神就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很奇妙的 神的确了 在这一年当中 为我伸冤了 因为神说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所以就在这样 很奇妙的 还是有 明巧像蛇 寻量像鸽子 不可以恶 作为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结果呢 这些敌人呢 都消失了 我绝对没有杀他们 可是就化敌为友 就借着前面 这些的经文 帮助我 怎么去 常常服侍主 心里火热 怎么样去 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哭的人同哭 所以感谢主 这一段的经文 可以建立我们的 高情香 比如我们要 同理的时候 怎么去沟通呢 就学会这几句话 学会怎么样 跟我们的同事 家人 客户 同工 能够去讲出 这样一个 formula 这样一个 句子的架构 就是说 你觉得 很失望 因为 你 没有拿到 这个工作 你是希望 再有机会 去申请 这样一个 你觉得 非常好的工作 就是你觉得 把对方的感受 讲出来 然后 如果你还知道 原因就更棒 因为你不是空讲的 也讲到 他的希望 他的愿望 是什么 下面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 你感觉到很失望 因为你认为 他根本就没有诚意 要解决问题 你希望 他拿出 他的忠心 诚恳 跟你一起来解决 你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你认为 他们在找借口 多讲一些详细的 你希望他们 也先管好自己 你感觉到 很沮丧 因为你认为 只有你一个人 承担所有的责任 你希望大家 能一头 一起的来投入 你觉得很委屈 因为你认为 即使当天 你没有请假 事情还是会发生的 你希望 大家能够冷静 你觉得很生气 因为你认为 你并没有拖延啊 是他们误会你了 你希望 我不要轻信 他们的话 这些是一个 很实际的例子 让我们学习 怎么去跟 周遭的人来沟通 把对方的情绪 讲出来 你如果等一下 完了以后 跟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做一个例子 讲出来 然后因为你 所明白的原因 然后他们希望 是什么 你马上加分 你这个情感的 银行户口 马上会加分 学习怎么样去 用这样一个 同理心 共情 把对方的情绪 移情 让我们能够 进入他们的世界 理解 他们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呢 有更清楚的 工程师 给我们说 爸 我听到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感觉是这样子 因为这样的事情 当我们说 重复对方 所讲的 这个是非常有能力的 在工作里面 特别你的老板 告诉你 做什么事情 Oh What you're saying is I would do this And this is the important priority 就是说 把对方所讲的 简要的 把它重复 这个是个 很重要的 沟通的技巧 就是积极聆听 神给我们两个耳朵 就让我们去听 然后可以学习重复 那在这样一个 工程师当中呢 有五层次 五个层次 怎么样去沟通 一步一步 跟深入的 进入更多的 共情跟同理心 所以你重复的时候 你说 我听到你这样说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 然后第一步 最基本的 就是说 把对方所讲的话 重复 点头啦 微笑啊 像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我在家里 跟先生在一起 我就做很多 这个积极聆听 因为我们 整天在一起的时候呢 聆听对方所讲的 你就点头啊 认同啊 哦对啊 你讲的这个 太有意思了 这样让对方 真的知道 你在聆听他 也重复 专心的 第二个层次 就是说 把对方的感受 开始讲出来 有一个理解 第三个呢 不单止讲出他的感受 也让他的原因是什么 哦 因为这个原因 那你就进一步的了解 理解他了 第四个层呢 不单只是感受原因 而且把他心中的需要 讲出来 哇 太棒了 最后最高的层次是 感受原因 心里面的需要 而且想要探讨 解决的方案 又讲出来的话 不一定你马上 帮他解决 可是你能够重复 明白 这样你就能够 加很多的分 所以当我们在 沟通的时候 我去年的 乐在工作与家庭的讲座 也是郑主所举办的 已经讲过这个 Shine的价值观 那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讲 可是还提醒我们 在沟通的时候 记得 要有这样一个 Servanthood 仆人心志 是从别人的角度 我们沟通 不是为了我们 讲得好漂亮的话语 我们沟通是希望 对方能够明白 而且我们有一个共识 而且帮助对方 还记得领导力的定义吗 是帮助对方成为最好的 所以有一个仆人的心志 我们要思考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心态 Humility 谦卑的态度 很多时候我们常觉得 都是me myself and I 为我自己想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 怎么去为别人想 而且愿意谦卑的说 我刚刚讲这句话 或许有点 骄傲了 或是我刚刚误会了别人 我愿意道歉 当你愿意道歉的时候 你不是弱者 你是强者 你愿意道歉的时候 你就帮你跟对方的距离 拉得更近 而且也引导对方对你的尊重 Integrity 诚信 正直 就是没有人看着你的时候 你还是做同样对的事 这个就是诚信的定义 求主帮助我们 不只是很能干 很有干净 一定要有诚信 做的事情 才是做对的事情 用对的方法 然后Nurture Respect 尊重 我们下面有一个小主题 都是讲到尊重的 当你有尊重的关系的时候 沟通起来就容易多了 最后我们刚刚也提过了 就是同理心 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 提醒我们 都是在世上做光 让我们的好行为 能够荣耀神 所以我们在黑暗的世代当中 借着沟通的技巧 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就是一个做光做眼的 好的管道 那我们就来温习一下 良好沟通一些的原则 沟通不是你讲的话多棒 沟通其中 我们刚刚已经说 长头师座领导师 Listeners 是很重要是聆听 所以要双方面的沟通 专心的倾听 而且虚心的发问 问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我们等一下会多探讨 怎么去问问题 如果你在工作里面 你会发现 做高管的 也就是最会问问题的人 所以你在开会的时候 你看谁是会问问题的 他们就是很有机会是高管 而且会被生的成为高管的人 问问题是一个很有智慧的 就像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 谁最会问问题啊 主耶稣 哇主耶稣是高招的 他很多法利塞人 文士问耶稣问题 他是以问题回答问题 这个是非常高的操练的 而且呢 愿意去赞美鼓励别人 当我们赞美鼓励的时候 不只是按照他们的成果 来告诉他们说 孩子啊你考到A多棒 赞美他 不是只是成果 我们要为着他们的努力的过程 你看到下属已经有改进了 比上礼拜好 很专心的把这个做得好 你就要肯定 鼓励说 John我看到你真的很用心的 把这个已经做了一半了 继续努力加油 所以要过程要注意的 敏锐的灵 来catch them do right 不只是唠唠叨叨的catch them do wrong 只看到别人的刺 没看到自己的两目 所以要好好的鼓励 肯定他们所摆上的 努力的过程 然后我们的言行当中呢 facial expression 我们的微笑 我们的眼光 有没有注意到对方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手势 很大部分是看到我们的肢体语言去沟通的 而且呢 我们的信息讲的时候 越少越好 然后需要的时候呢 才去重复 所以在沟通的环境当中 或许会有变动的 我们就可能要用不同的沟通的方式 而且呢 要一定尊重对方 我们想到 等一下讲到怎么样去尊重 也要看到时间的控制 也要坦诚的态度 刚刚说用肯定的言词 我常就说 多说精话 扫开精口 不是要建造别人 鼓励肯定的精话 你就闭口不说 扫开精口 多说精话 是一个肯定的言词 然后呢 要先搞好我们 彼此沟通时候的心情跟情绪 才去做事情 先把心情做好 才去做事情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 很好的提醒 沟通最基本的原则 然后我们在沟通 言词 无论是写的 PowerPoint 还是我们要讲的 还是发邮件的 有这七个最基本的七个C 我们一定内容 是完整的 简皮的 我常说要clear concise and compelling 不要太多 特别我给学生的功课 他们要给我的 一定要越精简越好 说重点 点到为止 considerate 能够考虑周到 我的听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如果是高层的 我们就要把所分享的 要更简要 elevated pitch key takeaway executive summary 把重点告诉他 因为他不一定要知道 很多详细的 如果你的对象 沟通对象跟听众是 跟你一起干活的 非常清楚 仔细的 那我们就要更进入仔细 所以要考虑到对方 所听的 所需要的 不要给多于他们所要的 要清晰 clear 容易明白的 所以我很多时候做长头诗 我觉得长头诗 就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有清晰的一个信息 concrete 很具体的 很明确 肯定不模糊的 courteous 有礼貌的 尊重对方 而且要正确的 correct 说这七个呢 最基本的沟通的内容 有这样一个考虑 那今天就没有时间 每一个进去 以后会有一些详细的系列 再慢慢的分享 以后可以来去收听 关注 那我去年已经讲到 沟通的时候 要有这个ABCDE的沟通 也在我们的网址上 你可以去听 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那怎么样是ABCDE的沟通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是 积极聆听 所以如果你不去积极聆听 跟倾听的话 就会有这七个 fatal flaw 七个致命伤 哇 如果你不愿意去积极聆听 犯了这七个大罪的话 就会很伤害到你跟对方的关系 比如你如果打折扣 对他有一些意见 他是很相信的 你觉得说哎呀没什么啦 没问题了 这个是非常伤害的 filter 你过滤有点偏见 戴着某一种的有色眼镜 这样就有偏见 就也是第二个大罪 第三个呢 就是预测 已经别人还没讲完 你已经想到他下一句了 以为你对 你过早下一个断论 这样呢 又是第三个大罪 第四个 好像要攀比 我觉得他讲的不够清楚 还是跟别人去比较 我讲的会更好 这样你已经又是第四个定罪 第五呢 你一直在排练 你没有好好专心听别人 你挤着 等不及 要预备要你讲了 我们很多时候都有犯这些错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 用心 用眼 用耳朵来听 不只是在想的 下面怎么回应 第六个大罪呢 就是很安抚 随便的 好像不是很真诚的 虚假的说 我听到了 哎呀真的不容易 可是你这样的一个语气 跟这样一个态度 人家都会感觉到 你不是真正的关心 共情 最后第七个大罪呢 就是second guess assume 假设 认为他不对 所以我们下面还有一些 提醒我们的 要ask before you assume 要curious before you criticize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犯这七个大罪 这样呢就能够有一个积极的聆听 刚刚已经讲了一些的技巧了 而且我们的肢体语言很重要 你看左下面这个卡通很有意思 告诉我们 我们很辛苦努力学会怎么讲 用正确的精化句子 才是百分之七的影响力 然后百分之三十八呢 是我们的声调 快慢 大声 小声 高调 还是低调 三十八 然后我们的肢体语言是百分之五十五啊 就是你的笑容 眼光 你的手势 是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三方面都要学习 操练 前一阵子我跟先生 给了一个讲座 就是说特别在zoom的时候 怎么在zoom更困难的沟通 我们就讲了一个小时的讲座 怎么样在zoom 把我们的virtual presence更能够展示出来 有兴趣的我们也可以再分享 所以呢 这个肢体语言很重要 然后积极聆听 我们看到这个中文字听 太有意思了 我们用耳朵听 要把对方 当着是一个王的一样 来去对待他们 用眼睛去听 一心一意的听 所以中文字已经讲得很清楚 而且呢 C就是用品格来赞美 不是空白的 空档的说 啊 Terrific Wonderful 你说啊 我看到你真的很用心 很负责任 把这个项目做得很好 把一些品格的字放进去 而且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口舌要自律 少开进口 多说进话 而且讲的进话 就是肯定的话 而且是雅各苏告诉我们 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去年也提到的 今天就不多讲的 A D C D E 的沟通技巧 那在积极聆听当中呢 有一些很重要的技能跟例子 我给大家一些分享 是有grace 听别人讲话 要给别人一点恩典 给别人一点的grace 给他们一点的空间 比如我们用I statement 用我的句子 而不是去控告别人 我们都说 有一个指头对着别人 就有三四个对着自己 所以我们要用I statement 下面有例子 去鼓励对方 然后要重复 刚刚已经讲了很多的例子了 怎么去重复 把对方的感受 原因的盼望 都能够讲出来 A就是问问题 下面有些例子 怎么去问一些好的问题 来澄清明白 讨论互动 然后considerate 就是讲了 怎么去体谅 愿意open minded 来去理解 不一定是你对的 别人也会有对的 然后又是有这个同情 先共情跟同理心 好 所以有这样一个恩典当中呢 是包括我的句子 I statement 这个是在美国的文化当中 沟通里面 这个很重要的技巧 有什么的好处呢 是帮助我们 真的展示出我们的谦卑 humble humble不代表 随意的被人家利用 humble不代表 被人家像地毯的去 践踏我们 humble是凝巧像蛇 寻良像鸽子 怎么愿意谦卑说 我愿意敢 我来听下 用这个我的句子 I statement 去明白 也拥有 我应该有负的责任 不只是甩锅给别人 我也有我的责任 去明白 然后也做一个 榜样 model给别人 我愿意聆听 你愿意道歉 别人就觉得说 他也会学你一样 那我们呢是强者 由神给我们的勇气 有信心 在神里面有信心 对自己有信心 我们就愿意 做第一步 别人就要跟着你 学你 因为他们觉得 你是一个好的榜样 而且呢 不要去指责对方 而要我们要负责任 不要blame 要做lead conflict resolution 在这个冲突当中 下面有很多冲突 解决冲突的方式 怎么能够 我们先做一个领导 来先起步 而不是去发脾气 争执 最后呢 能够有智慧的 怎么把你的感受 表达出来 把这个需要 重点不是对人 重点是对事 把事情去解决 好 这样呢 有一些的例子 有四个给大家 有英文的在网上会有 那这个是中文的例子 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个讨论之后 对我们的合作很有帮助 这是从我的statement 可是要从别人的角度 去考虑聆听 我希望我们能一起来聊聊 这个事情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了解刚才所发生的事 你有几分钟可以谈吗 这样呢 就是一个问对方 得到permission 允许去谈 因为当我们要讲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是要找到 好的心情 好的气氛 好的地点 人事物 而且也容许 别人给你 这样的一个 允许说 好啊 我们约一个时间呢 还是现在可以谈 有的时候可以等的 最后一个例子 有关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有一些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看法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所以这样是代表 你是愿意聆听的 这样别人就不会觉得说 哦 你是来跟我吵架的 当我们要去好像攻击 要跟对方不同看法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有点 defensive 会想要维护自己的看法 这样就整个气氛 就比较紧张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要把这个关系 气氛 心情搞好 才去做事情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我们用I statement呢 就帮助我们 不要去blame blame就是belame belame就是 很差劲 我们不要去指责别人 帮助我们要去负责 不是要去指责 就是你只有5%的责任 把这个问题变成 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别人是95% 我们都要主动的 把我们的5% 首先去道歉 我记得我们 我先生跟我结婚35年 前面一大段的时间 很多时候 明明是我错的 我的先生非常是君子 很好的先生 他反而还道歉 哇 我真的觉得很佩服 我还向他学习 后来我现在慢慢也学到了 我应该也要负责任 就是多少丝毫的先道歉 所以把别人的责任 甩锅到别人的身上 常就说 他们这样说 他们这样做 他们否认了 他们承认了 都是他们的问题 改成 把指责改成负责 我要负起我 无论多少的责任 我说 我忘了 我以为是这样子 我假设了 我扑略了 求主帮助我们 有这样一个敏锐的心 来勇气道歉 下面呢 就是怎么讨论 问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多的技巧 里面可以讲 整堂的课程 怎么去设计你的问题 你设计你的问题 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共识 彼此了解对方的看法 下面讲到解决冲突的时候 更是很需要 而且我们问问题 避免不要问 关闭的问题 什么是关闭的 close question 比如说孩子下课回来 他是上网的课 Did you have a good class? 你的课好吗? 你饿吗? 你累吗? 这个都是关闭的问题 就是回答是什么 Yes, No 停顿 没话说了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学习 不要问这个 Yes, No的问题 我们应该问 open question 就是五个W 一个H 对不对 What, Where, When, Why, Who and How 所以你看这些例子都是了 这样就邀请讨论 在工作里面更是要这样子 你怎样看这个情况的 你希望看见的事情进展是怎么呢 你对我所说的有什么的看法 你对这个事情的角度是什么呢 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开放给我们呢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继续努力的话 你觉得会怎么呢 那这个已经是蛮基本的 有些更深入的 你设计的问题 按照你希望这个讨论的目标的方向 而且或许你真的认为你的想法是不错的 怎么设计这个问题 到一个地步呢 当你在互动的时候 让对方也感觉到 哇 对 这样的一个想法真的是好主意 或许他还觉得说 是他也拥有到这样一个主意 这样就变成你们一起出来的主意 这样子呢 他就有拥有感 这个问问题就是高招 我常常有这样一个机会 特别在夫妻关系当中也会 就是把一些的看法来互动 然后呢 借着这个问题讨论的时候 结果呢 对方跟我的想法一样 这个就是高招 好 那我们下面有一些 特别的技巧 结束这个第一个小阶段 讲到怎么沟通 所以呢 展示同你心 将心比心 把自己换位思考 把自己的 对方的感受 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 你就可以这样说 你的项目遇到了挑战 你一定很紧张 也很失望 不要怕 我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跟选择 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我们想想看 这样呢 就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一个句子 而且幽默感是非常powerful的 我们shine age当中除了humility 也是有humor 特别我们知道自己很多的弱势 我们可以憂自己的一末 我很多时候在家里也是这样子了 比如说我是很挑剔的 有洁癖的 然后呢 这个没有做得很好 我就学会有智慧怎么说 哎呀 我又是挑剔了 就是把自己的弱势 来把这个气氛轻松一点 就开自己的一个玩笑 这个又是一个高招 就让整个气氛不会觉得很干戈 我刚刚又是讲错话了 是吗 就是一个有信心的能够幽默 然后也刚讲到怎么赞美对方 不只是赞美他的成果 也要整个过程 所以呢 当你愿意讲肯定的话的时候 你这个银行户口呢 就存款了 你这个关系的银行户口就存款 如果你有任何一句 讲的不好的话 提款就提的多倍数的 比如说 你这样想的方法 真棒啊 我都没有想到呢 这个我在家里也常也用到 在工作里面服饰当中也是 怎么去肯定鼓励对方 那三明治我是常常也提醒我们用的 不论在家里面工作 教会都用得上的 那当然用的不要滥用 用的一定要用得很诚恳 而且呢 要讲得很清楚 你中间的建议的肉是什么 那前面的面包跟下面的面包 都是正面的 给他们正面的一些肯定 跟正面的一个利益 中间的肉呢 不要随便带过 不然它只听到你的面包 没有听到你的建议 所以这个是英文的 那这个是中文的 就说 我真的很欣赏你 很持守你的责任 很认真的把这些做得很好 那我们中间绝对不要用but 你要but呢 就刚刚赞想的 都完全都丢出去了 我们就说and and是很powerful的 中文就是然而或许 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改进 更注意到这些仔细的 然后多讲一些 不要随意把中间的肉 随便就讲了 让他听清楚你的建议是什么 最后的面包就是 帮助他们一起明白 意义处是什么呢 英文说 what's in it for me 你告诉我这个建议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就告诉他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项目就能够有你的优势的贡献 把这个项目做得更成功 就把对方的优势来提高提升 然后帮助我们整个团队成功 所以这个最后的面包就是结束 这样的一个利益 最后一个例子呢 就是wise appeal 我非常喜欢这个 特别青少年 特别你跟老板 给你一些的要求 那上面我有一个学生的一个 很好的例子 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 比如你的孩子 青少年 你要请他帮忙做倒垃圾 我很喜欢用这个例子 那他就会告诉你这样子 oh mom I understand you want me to throw away the garbage now because it's smell and it's overflowing well I have an issue with this because I'm in the middle of a conversation with my friend and he has something I need to help him and I need 30 more minutes to finish could I please finish that and I'll come and take care of the garbage wow 如果你这样听到你的孩子跟你说 你是不是觉得非常舒服 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 要把垃圾丢掉 然后他也跟你解释什么原因 然后他上面什么时间 给你一个期待 同样的 如果你的老板 已经给你三项重要的要做的 然后他又把另外两项要给你 然后呢 你就可以这样说 oh I understand you need me to work on this new presentation and I have an issue right now because I'm still finishing what you gave me yesterday that you need to give to our VP so may I finish this in three more hours and I'll come back and work on the new presentation 这样呢 老板就知道说 oh你知道他的想法 然后我有一个学生很有意思 他就做了这样一个例子 真的发生在他身上 他说 有一个同事打电话给我 要我教他做这样一个PPT 可是我刚在做有一个项目 所以我就告诉他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我马上教你做PPT 但我现在呢 正在做这个项目 快完成了 你可以等我15分钟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你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好吗 感谢主张不是很有智慧吗 wise appeal 所以在沟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不要defensive 当你越防范的时候 你就越把这个场地提高 别人就越觉得不能够跟你沟通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不要防地 这样的一个defensive 所以 比如你就说 我很遗憾 你不高兴 我能理解你看事情的角度 完成这个工作 你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资源 跟协助呢 真的吗 当你觉得心 请好一些 我们再来聊聊吧 你的确是对的 我刚刚还没想到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要我们学习 去不要defensive 要听别人 那最后有五个个案 帮助我们怎么回应你的老板 老板说 刚刚你这个方案很棒 你尽快地把一个完整的方案给我吧 那老板呢 常常都改变主义的想法 那你是他的下属 怎么样回应呢 这个很有智慧了 他说 是的 老板 我来总结一下 这个小结是 一 是这样 二 三 老板 你说这个对吗 那我就马上去做 他这样回应是什么好处呢 就是把 重复 刚刚所听到的 这样 如果老板要改变主义的话 他就有机会说 不是 是另外一个方式 第二个例子 老板说 这两个比较的话 甲方不够好卖 那我们还是用乙方吧 那你跟老板的看法不一样 你认为 甲方比较好 那你要怎么表达你的意见呢 你就可以说 老板的意见真的是很宝贵 那我真的没想到 没有这样一个角度去想 或许 如果 要不要我们换一个角度 你就用这样一个开场白 来把你的看法 为什么你觉得甲方比较好 第三个例子 老板说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为什么每次都搞错呢 那这个老板的讲话 我们要学习 做父母亲 做老板 我们要不要用这些字 每次常常永远 这个都是极端的 这个老板就犯了这个错 可是 的确了 你是做了错 那你不小心犯了错 那你应该怎么跟老板 回应呢 让他不要那么生气呢 你就说 好 我马上 我知道了 明白了 了解了 马上去改 再让他知道说 你真的知道犯错了 然后下面一个例子 就是老板说 前几天我给你这个专案计划 现在进度怎么样呢 原来你这个任务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然后老板问的时候 你怎么样回报呢 其实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 因为我常常也在网上有一个讲座 讲到说我们跟老板应该有很好的一对一的沟通 当你有跟老板有一对一沟通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麻烦 还要老板来问你才去告诉他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希望你能够提早安排你在一对一的时候 也能够做好你的功课 跟老板提早汇报 因为老板最不喜欢什么 最不喜欢surprise 无论是好的surprise 还是不好的惊喜 都不要让老板 没有预备好的去听到这样的消息 所以呢 你现在没办法了 你要告诉老板 你就说谢谢老板的关心 是的 这个项目呢 刚遇到一些的难题 我想问一下老板你的意见 你现在有空吗 最后一个例子 老板说不错不错 你这次做得很好 你可以独当一面了 哇这个太棒了 然后当老板称赞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应 中国人很多时候就说 哪里哪里 不是啦 没有啦 这些都是假谦虚 我们做基督徒也应该学会 怎么去接受称赞 那你就可以说 谢谢老板给我这个机会 做这个项目 而且给我很多的支持 真的有很多的收获 我也学到很多 谢谢 而且呢 我们的团队一起啊 都是有各 每一位团队 组员的贡献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样的回应 就是有信心 建立一个正面的个人品牌 好了 我们结束了 四个题目的第一个 可能今天就没有办法 讲到最后了 没关系 最起码我们一起学习 那化解冲突呢 我就跟大家设计了一个智慧的七部曲 里面有很多各样的方式去化解冲突 目标是要让我们能够和睦相处 建立这个信任 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分享 所以冲突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 冲突很多以为是负面的 其实 冲突呢 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了 因为每个人的不一样 所以冲突应该是很自然 或许有的是不可以避免的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个性 可是你知道吗 冲突其实有很多正面的结果的 冲突帮助我们更加彼此了解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所以呢 在冲突的时候 最重要是什么 一定要把关系建立好 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 不要把关系搞砸了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 有问题了 凭几亿就破坏关系 尊主言呢 就会建立关系 有一次我在一个讲座当中 听到这样一个 我觉得是很正确 所以我们去明白 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很多我们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定义 或是不清楚 我们的价值不一样 分歧 观点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我们的利益 资源有限 有些的争夺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冲突呢 我真的觉得 每一个冲突都是一个转机 是一个机会 操练我们怎么去沟通 所以呢 我们要避免这个沟通不良 角色不清 缺乏信任 这样呢 冲突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我们要提醒自己 马太福音时章 我刚刚提到的 在冲突的时候 跟在所谓的办公室的重置当中 记得 我们是羊 进入狼群当中 不是说你的同事都是狼 可是要有神给我们智慧 明巧像蛇 寻良像鸽子 好我们的七步曲呢 首先知道我们冲突 目标最终是要有合一 有不同的看法 还是可以到合一的 比如我们可以agree to disagree 还是有选择某一个方向 怎么去做 我最近也讲了一些 种族歧视的讲座 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我常就讲到说我们这个diversity是很美的 是unity in diversity 就像一个沙拉 不同的菜都看得到 都吃得到 可是一个完美的沙拉 而不是一个uniformity 不是说我都跟别人一样 就像一个汤啊 什么都打烂了 吃不出来 这样呢也没有意思 所以要合一 我们有各样不同的优势 可以彼此心想合一 第二呢就是看 冲突有两方面 有正面有负面 第三呢 有不同的误区 怎么去回应 那我们下面就一个一个 下面去进入这七步曲 所以冲突有不好的吗 如果不好的话呢 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解决的话呢 就会有很多的苦毒老恨 不高兴 因为没有处理处理的好 可是冲突很多时候可以是好的 如果你有智慧学习到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因为当你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更理解对方怎么想 更操练怎么去沟通 更能够想到你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的方案 所以有冲突呢 是好的让我们有健康的冲突 来去处理应该要不同看法的一个需要 所以呢有一些误区 以为说冲突一定是我对或是你对 赢输不是这样的可以是双赢的可以把柄做大 我常说一加一可以大于三 不一定是只是一个人赢一个人输的 当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可以想到一个方案 两个的需要都能够达到 这个是需要时间可是值得的 而且呢我们误区以为说冲突不一定都是 都以为冲突都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刚说有些是好的 而且呢我们以为冲突是必然的 有的时候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理解到对方 这是他的hard button 你就可以避免了 那平常呢有这三个不同的冲突的回应 有一个呢就是逃避 avoid peace figure 是一个假的和平 因为你逃避了 就是flight flee 又很fright 怕哈 这个呢就是输输 或是输赢 都是你自己输的 这个不一定是最好的 有的时候可能要 等一下会介绍 什么时候用 然后攻击回应 就是赢输 我一定要赢 那这个就是peace breaker 你就fight 常常都是你要赢 me myself and I 别人不能够赢 这样没有人愿意跟你做的 最好的是第三个 双赢 peace maker 这个是真正的 让神的爱 神的祝福 接着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 flow blessings flow 而且也建立一个友谊 friend 这个需要很多的观察 聆听 问好的 开放式的问题 然后去思考 能够协谈 这个是最好的 所以呢 有三个很重要的秘诀 是要以大局为重 记得吗 我们领导力的定义是 帮助影响别人 成为最好的 为了我们大局 大体的好处 跟我们的 成就我们的愿景 所以呢 其实我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求大鹏 大概很多已经一样了 有一些不一样的也没关系 也可以接纳 学会欢容 容忍 道歉 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道歉 又是 整个小时的课程 怎么去道歉 又有七步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就说怎么去道歉 是很诚恳 而且也道歉 是也有悔改 不是悔而不改的 有愿意讲出来 道歉 也愿意去改的 这样呢 别人就更 很被吸引的 愿意跟你去互动 更愿意跟你去 把这个冲突去解决 那我们在解决冲突的后面 我觉得有这三个 R的目标 无论怎么样的冲突 对我来说 都是一个机会教育的可能性 也是一个成长 建立关系的可能性 也是一个好像危机 可以是一个转机 跟良机的可能性 所以这三个R呢 就是在冲突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 在工作当中有冲突 就是我们能够 更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让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行动上 在用其他人 世界的方式 肉体的方式 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们跟别人 所选择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怎么有灵巧相舌 寻量这样的歌 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各样的例子 怎么去聆听 怎么去道歉 平常别人可能 不愿意去道歉 道歉不代表 你去被人家利用 跟欺负 跟看不起 所以是我们 real Christian faith in action 第二呢 就是relationship 我讲了 当我们去 明白对方的看法 跟我们理解这个冲突的时候 就要帮助我们 建立好的关系 然后有一个团队精神 更有影响力 最后第三个R是 冲突之后 应该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明白对方的看法 彼此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所以有这个三个步骤 我们可以考虑 首先停一停 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 一定是高声 会有一点的紧张 有一点的生气 首先要祷告 安静下来 问自己 刚发生什么了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希望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要三思而后说 三思而后行 要停一停 然后第二呢 就想一想 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对方是怎么想的呢 下面还有几个 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 比如说 也可以问别人 可以帮助我吗 可以怎么冷静 看别人怎么去想 然后呢 试一试 有一些的方案 可以怎么样去 建议 用刚刚讲的各样的方式 有一个风度的 有一些 没有情绪化的字眼 能够冷静的 用这个I statement 能够从别人的角度 来去试一试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步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很轻松的试招 在公司里面 如果有一些冲突 我们可以怎么样 首先 要明白 到底问题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 因为情绪化了 就把问题夸大 而且呢 就把人跟事混在一起了 所以要把人跟事分开 然后说 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要解决问题 而且希望是正能量 正能量来去影响别人 刚刚已经说了 开玩笑 还是幽默 把气氛能够轻松一些 然后希望能够怎么预防生意治疗 然后还有四个 可以口熟的一个训练学习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不要用一些极端的话 never always every time 这些都是父母亲常犯的错 求主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好像你有这样做 就改变我们的口气 然后呢 要如果有一些 发生有一些脾气 还是情绪不好 我们就要暂停 要等一下 而且呢 别人如果要正式的讨论的时候呢 应该要找正确的对象 如果别人是闲言闲语 讲了别人 然后要让你来去帮忙解决的话 你就要马上停止 要把当事人直接的去参与 那上面这五个 有一些我们刚刚以前提过了 就是积极的耐心的倾听 然后有同理心 他们的感受 事实跟感受是什么 三明治跟汉堡是一样的 然后呢 用中立的态度 我们英文字这些是很有效的 what if perhaps how about 这些都是比较有中性 让别人有空间可以去考虑的 那有的时候 讲的时候有情绪化 可以写啦 电邮啦 那有的时候呢 讲是更好的 所以有各样不同的方式 我就把这七步去讲完 我们就停下来 可以问问题 然后有五个原则 刚刚也提到说 要有很诚意跟理性 我们把我们的字句改变的话 整个人生生活都改变了 change your world change your life 特别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 家庭里面的 跟同事们的 学习用正确的字 所以这五个原则呢 就是要想自己的态度 我们有没有做得对 然后明白对方是怎么想的 然后我要怎么清楚的去表达 而且要好的语气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字句语言跟我们的口气 是93%的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你一旦是批评别人呢 别人就会觉得受伤害了 这个是影响这个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 而且要时间的 要恒星 要很多的一步一步的 那这个是个很简单的 每一个冲突都有这五个可能性 帮助我们去先把跟对方同样正面赞同的 大同小异 positive 先认同 我用这个常常用 当我先认同对方 对方觉得说 对 你赞同我 然后有一些不赞同的 就把它列出来 一起来讨论 agrogate 来去想 怎么去双赢 然后有什么样不同的方式 yield 让大家想出来不同的方式 来找到我们的solution 这个是一个好的祷告五部曲 然后呢 另外就是怎么去停顿 停顿 去好好预备 在所有的冲突之前 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对方祷告 为这个事情要解决 来祷告 准备好 然后affirm 肯定 彼此的关系 用正面的字句 你刚刚讲的 真的是 我也看到你这样想是有合理的 让对方觉得 你是在听他 而且理解他 你知道彼此的利益 然后一起来想 有什么样的方式 去评估有怎么样一个方案 可以更好的一起往前去 这个呢 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讲 可是就最基本的让我们知道说 在处理冲突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避免的 如果避免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中文的 避免的话呢 就有一个橘子 我跟Alan 两个都避免的话 没有人可以拿到橘子吃 就完全不合作 也不坚持 可是我愿意合作 又不是很坚持 我就把这个举止 让给Alan 就我输 他赢 有的时候有 不重要的话 是老板 他一定对的 你就随便 就让他了 那中间这个就是compromise 好 没关系 我们就一人一半 这样就是妥协 一半的合作 一半的坚持 合作 合作 一半的矜持 要赢 我要把整个橘子拿走 那我赢 他输呢 我跟Alan 可能就没有朋友做了 最好就是讨论 Alan 你要这个橘子 要什么呢 你要橘子吃 我要橘子皮 好了 我明白了 这样我们就双赢了 所以你跟我一起来 都分 所有的皮 我都可以用 所有的汁 你都可以用 好 我们就停到这边